好 谢谢雨萱 再来看到为了要吸引更多年轻人 投入社区服务 纽约法拉盛的华人工商促进会 8月1号将要举办理事们的改选大会 常会理事长徐朱刘帝就表示说 希望透过这次的改选 集合新成员们的专业 进一步来繁荣法拉盛 我们非常的感谢社区对我们的帮助 不管是当年还是现在 一直以来这几年 一直都在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非常的感谢 我们现在就是虽然说 我们能力有限 但是我们也愿意发出这一点 小小能力来回馈社区 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出外 做医工帮助那些生病的人 虽然我的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 就是眼睛还没有看 但是我们能有这样的能力 也可以出来去帮助别人 能做多少做多少 我是以前在中国 我是做这个医学院的老师 现在我和女儿呢 我们一起来做学习这个 一个气功吧 就中国的功夫 现在我们俩人在社区每周四 有一个就是帮助别人来治病 全部都是义务的 我们就是说为了要答谢 这所有的华人 一个留学生来到美国 然后这三年他生病 然后经由大家的呼吁帮忙 然后母女那份感恩的心 他们今天特别强调说 部分两岸三地 他们希望华人要团结 华人要互助要互爱 这一点很重要 除了感恩还是感恩 今天商会的存在 我想是华人 拟据一个共识的 中华文化的结晶 使我们感到很骄傲 当然华商会最主要的 还是以这个来服务 人权为目的的 像刚刚大家也看到了 对不对 我们帮助过的人 或者有人需要我们帮助的 只要你是合情合理 你是真的有这个需要 我相信我们华商会都能够去做到 当然我们最主要的还是忽略 大家能够来参加华商会的这个会员 大家来出钱出力 大家一起共同来为我们辅拉姓 能做一些更好 大家更想我们去做的事情 华商会总干事杜比德也提到说 这一次改选除了专业呢 也要有爱心 因为最近几年来啊 这华商会不光是致力于繁荣社区 也投入了慈善工作 举办了好多场的募款活动 举例来说 像你刚刚看到的这留学生 孟竹君就是在商会的帮助之下 成功地募到了医药费 因此呢 杜比德也希望新的成员们 可以发挥爱心 关心社区里头需要帮助的人 让商会的善心都可以延续下去